香港反送中引发的社会争议没有停止迹象 网民更发起8月5日全民罢工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当地拥有多个商场及物业的地产商 大家都不愿就罢工表态 只有太古地产新地愿意回复 泰迪发言人表示 公司正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并备有应变措施 确保能继续提供顾客优质服务 新地旗下沙田新城市广场 此前爆发紧密冲突 对于罢工运动 发言人表示 集团尊重员工个人政治取向及表达意见的自由 同时期望全体员工继续以客为先 以专业态度服务 香港民众这周日一连发起两场游行 分别在香港西环地区与江军澳地区 其中港岛西游行遭到警方反对 只获准在起点集会 江军澳游行则获得批准 综合港媒报道 4日港岛西游行原定从科室街临行游乐园场 游行到中山纪念公园 警方已陆服狭窄 如果发生冲突难以执法为由反对 只批准在临时游乐场集会 而江军澳游行则是下午1点半在宝翠公园集合 预计下午2点半出发沿宝林北路 宝宁路游行到单车管公园 香港反送中还没平息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被问到相关问题是表示 香港的骚乱已持续一段时间 对此由外媒指出 川普采用了中国官方措辞 环球时报英文版在一篇报道中 对川普假发表示赞同 只他正确描述了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暴力示威 在被记者问到是否关注 有报道指出中国军队可能准备介入香港对付示威者 又被问到美国被指示幕后推手的回应 川普回答这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事 他们还是得自己解决 彭博社分析即晚美国国务院 努力想要捍卫示威者言论自由 但川普对香港的态度 可能进一步增强有北京支持的港府的信心 川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全面加税 让习近平措手不及 法广报道 中国惯例美国年这时间会召开北戴河会议 讨论重大国阵 但显然川普决策时间快过北戴河 中方再次错估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北京没有料到在上海贸易谈判结束后 隔天川普就下令9月起对3000亿中国产品课税 美国学者裴敏兴分析 随着时间及美国总统大选推进 中国对谈判妥协可能性将进一步减少 北戴河会做出何种因应对策备受瞩目 澳洲墨本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与女友 被三名白人男子尾随 不但被一种族歧视自演辱骂 甚至遭到殴打 受害留学生表示 事发在7月24日晚上7点左右 当时她和女友途经教堂街找餐厅吃晚饭 没想到有三名年轻男子从后而上 企图骚扰这名同学的女友 她因为出手护花不果就被三人一拳打在脸上 鼻子流血 随后更被以粗口辱骂 目前当地警方已就袭击和种族歧视罪 通弃打人的男子 她自己则在网络上分享事件 希望外界意识到种族歧视问题 川普先请新轮管税战 让欧洲亚洲制造业哀红遍野 中央社报道 欧亚大型经济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7月数据都低于50 显示制造业有萎缩迹象 德国更深陷7年以来最严重衰退 受到德国拖累 欧元区制造业已经呈现连续6个位月萎缩 报道提到制造业疲软可能影响其他产业 对此许多国家金融单位 正努力因应成长放缓情势 像是澳洲韩国及印尼央行相继调降利率 美国联准会也在7月31日宣布降息 而欧洲央行日前承诺9月将实施刺激方案 国际货币基金上个月也下修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对于各国银行放宽货币政策 荷兰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舒林表示 这虽然有帮助但成果不会这么快显现 他也指出制造业虽然可能在明年初开始回稳 但风险依然不少 中美贸易战短期无解情势在升温 港媒引述路透消息 传出台湾鸿海集团 有意以88亿美元价格出售广东的LCD显示器工厂 报道指出富士康是苹果知名代工厂 如果成功出售会是最大宗企业从中国撤资事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该厂是较新型 10.5代LCD并非旧厂 据合网报道 富士康之所以计划出托该面板厂 主要是因为美中贸易战战火激烈 导致富士康考虑不在中国生产 不过母公司鸿海回应 公司并未拥有面板厂 因此不清楚此事 越南工商部日前提出 有关商品产地标示新法归草案 反制中国等国将商品位造越南为产地的欺诈行为 主要社报道 根据越南有关商品产地规定 商品标签必须标示产地 现行规定是业者可以自行标示 但缺乏商品要满足哪些条件 才可标示越南制造的规定 导致业者随意标示产地的现象 因此新法规定 商品如果在越南最后加工制成 要符合有关商品代码转换规定 以及境内新增价值比率达30%以上等条件 才能标示越南制造 报道指出 这也是为了因应美中贸易战背景下 中国未规避美国关税 而在越南习产地的欺诈行为 有可能到最后越南必须自己承担苦果 成为美国制裁目标 一艘载有中国游客的船只 8月1日下午在菲律宾长滩岛附近 海域翻覆 根据马尼拉公报 当地检载管理办公室报告显示 事发当天下午 有17名中国游客在柏拉伯格海滩登船 这艘游船随后被一艘服务船撞击 导致船只轻浮 船上12名中国游客受到轻伤 其他5名中国游客没有受伤 事故发生后 中国游客和船上工作人员立即获救 并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由于当时所有游客都穿九神衣 落水后马上被救起 所有涉事人员都没有打碍 日本防卫省再度公告 解放军6艘军舰在1号上午穿越 宫谷海峡向北进入东海海域 日方一下侦察机和2艘舰船也随即展开追踪 根据环球时报 日方资料显示 当地时间1号上午9点左右 在九米岛以南约120公里处海域 发现6艘向北航行的检方军军舰 环石强调日方不时炒作解放军穿越宫谷海峡 而中方曾就此回应 这主要是日方心态没有调整 心病没有治好 也许是因为以往中国军舰过宫谷海峡太少了 那么今后多过几次日方就会习惯 观察者网分析 这是今年以来解放军规模最大的圆阳编队 值得注意的是西宁舰隶属北部战区支队 太原舰则隶属东部战区 北部战区罕见于东部联合执行任务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 在距离太阳系31光年外 发现潜在适合居住的超级地球 是人类有史以来首都发现如此近距离的四居行星 CNN报道研究报告显示 科学家在长蛇座一个类太阳恒星系统 发现三颗系外行星 其中又以GJ357D行星与绕行恒星距离最为恰当 而且支持地表液态水存在 可能孕育生命 科学家指出 这颗行星的质量约为地球的6.1倍 如果后续研究证明 具有足够密度大气层 适合人类居住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沙特阿博1号颁布最新法令 允许21岁以上成年女性可以独自办理护照及出国旅行 不再需要男性监护人批准 自有时报纵合外媒报道 过去沙国所有女性如果要取得护照或出国 都必须要有丈夫、父亲或是其他男性亲属的批准 长期以来饱受外界批评 根据了解新颁布法令也给予女性更多权利 包含结婚离婚登记、孩子出身登记 未成年孩童接护人等等 习法令也拟定任何公民工作权 都不得因为性别、残疾或年龄而受到启示 试图创造更公平的工作机会 当地新政府媒体形容 新公布法令是沙国女权一大跃进 中国国产动画《挪诈之魔童将士》 7月26日上映以来 票房口碑一路走高 到周五傍晚6点已经创下大约15.9亿人民币票房 超越迪士尼动画优寿大都位 位列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第一 根据了解挪诈有饺子指导和编剧 可可豆动画、北京光线营业、十月文化传媒等公司联合发行 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 讲述挪诈的成长经历 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表示 挪诈之所以能搅动熟悉党 与影片自身贴合受众市场有很大关系 并指出这是部商业片 根据当下中国观众 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众审美取向 做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改编 甚至认为影片可能突破31的动画电影天花板 有业界人士表示 挪诈的出现会让人更加关注中国动画产业 出现会往这一轮 出现会为